就在今天早上青山宮特別舉辦了寒冬送暖活動現場發放平安米還有家菜精另外就是口罩了 此外也宣布原本預計要在元宵節舉辦的大型活動青山宮徒步船箱 因為疫情的緣故而取消 廟方強調自行前來參拜也同樣可以得到保佑 希望各個每一位大家都要以防疫作為優先的考量 來這邊先領米來 這裡紅包 民眾一個接著一個工作人員的手沒有停過 整個青山宮上下從主委夫人到義工全都動員一起為低收入戶送暖 針對我們萬華區地質地質類的品物發放那個慰問金 因為地質類的品物是所有的品物裡面需要幫助的人口 寒冬送暖的發放除了慰問金之外也發放了口罩 也希望我們的這些肉視朋友們在過年的時候能夠有充分的物資 從平安米加菜金甚至每個人都有口罩三包 農曆春節將近蒙甲青山宮三十號早上舉辦寒冬送暖活動 針對第四類低收入戶作為補助對象 因為第四類低收入戶人數最多卻時常領不到補助 今年適逢寒冬加上疫情許多弱勢家庭真的比較辛苦 徒步到中南部 青山王徒步到中南部 去索訪所有的友工 這個部分可能會停止 今年會停辦 疫情延燒重大活動一個接著一個喊咖 蒙甲青山宮預計今年元宵節舉辦的徒步傳箱也宣布暫停 其實在2003年SARS時期 豐苑的和平醫院就位處在萬華 因此這回武漢肺炎疫情爆發 蒙甲青山宮也在2020年底捐贈一台救護車 希望能為疫情盡一份心力 是非常多人對當年的SARS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然後甚至是應該說可以留下一個創傷跟恐懼 所以當大家講到防疫的時候 其實我在地的人大家都是非常的團結 取消重要參拜活動堅決挺防疫 官方強調做好防疫工作 自行前來參拜 一樣可以得到保佑 記者中文報導